一个很用的肠胃都比较好 我们让少侠好好说 我的身体也是这样子 我的身体是看到某些画面 突然很想 例如你一些话 看到老婆的脸 你就会想拉死 没有像出门之前也是这个 这个问题 还有回家的时候 我回家一直可能在捷运啊 走路没有问题 但是快到家里 很突然有这个 对对对 我现在有问题 这个我好切身之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先生 每一次只要踏进电梯准备回家 他就会从地下室说快 电梯快了我要上班了 快快快 我们已经可能很久 我们已经可能家门 感觉就会来了 是有什么问题 这种去相情绪的感觉 还有就是去你很喜欢的地方 你也会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去什么我啦 比如说去什么书店啊 DVD店啊 或卖那个电动玩具游戏卡夹的地方啊 你就进去很开心 可是逛两圈 你就会觉得 奇怪 怎么肚子突然脚痛 你知道吗 有没有这样 是什么 你是看到 应该只有你吧 不是 有什么 奇怪 怪病 可是是看到什么样的书 跟什么样的DVD 让你有这样的概念 没有 只要一进去就会有 因为觉得很开心 可是我真的很富裕 好 那郭欣你看到什么 会特别有这种概念 就是特别有这种的想法 辱动的感觉 草地 我就是只要一直 没有 我就是真的 他就草泥马 看到草很嗨 没有 就是到家前 就会开始有这种感觉 你是出门前跟到家前就对了 可以这样 可是我是比如说到高铁站 现在距离我那一班高铁 或是飞机 可能还有五分钟 要走了 哇 我就一定要把握那个五分钟 我一定要来 可是这会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可以在这个迅速的 这个时间当中完成这一切 可是如果 然后结束 如果到一半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就更痛苦 我就把他夹断 而且 真的 我就把他夹断 你们要跳有画面 我有一次就这样 如果我要上飞机 然后是最后召唤 然后我就有这个感觉 你就不是跟哈啸演戏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们也快要take off 你不能去上厕所 你要登 然后有时候 那些飞机要排队 有时候要等半个小时 这个好 就是很 真的 而且在飞机上 上厕所很丟臉 我们打篮球的 三秒钟之内 可以投进可能好几个球 决定胜负 五分钟算得了什么 大个变而已 对 真的 而且你还是会 厕所里面投三分球 对啊 很准 我跟你讲 那么多勒 我会 因为我很会大变 我超会 这个要不要再开一集 没有没有 你会被人家有开一集 说你是很大变的梦多 他们走道上遇到你 你都出去 因为我基本上 我一定打三次 然后呢 而且我会看到那个五星级的饭店 特别想要大变 所以你到外面碰到五星级饭店 你会进去想要就是用一下厕所 没有没有 我莫名其妙 或是那个比较高级的白货公司 有没有 所以我知道台北市 哪一个白货公司的洗手间 比较干净 我们哪一间 那个微风的楼下 还有产品 我跟讲产品很棒 产品的可以冲水 它是免制的 对 产品可以冲水 我们都有去过 你们不会吗 就是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五星级饭店 我跟男朋友如果去白货公司 我们都是看鞋子 哪一个专柜在哪 他们是看厕所在哪里 真的就是这样 难怪每一次去那个 他刚刚讲那个贵妇的白货公司 厕所都要排队 尤其是地下楼那一层 超巧的 公明其妙 我可以讲一个小米卷 最好就是不要去那个 那个白货公司 那个吃饭的地方 因为这个有很多人 对 你要去比较小人取逛的地方 那个厕所特别好 要挑楼层 对 楼层要不要 通常都在12楼啦 那我们的那个新朋友 我啊 我就是跟他们一样啊 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你国语好好哦 我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 就飞升得起 想要去尿尿啊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我就跟他说的一样 因为你会回家嘛 然后你知道你的家是比较根筋啊 就是你会比较舒服啊 然后 所以你在外面也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 不会 就是我 我是因为我回家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 男人真的看地方 没有没有 其实宠物都是这样 男人就是宠物 他们就是在他们允许的地方 才能上车 对 对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浩然姐如果每一次中评歌都知道 那你会不会帮他拉长时间 你就原谅他一下吗 我不知道所有男人都这样 那你今天就会骂我老公 因为我常常对他说男人 懒人死尿多 我 太狠了吧 这句话太狠了 我看到大家都这样 原来男生就是 都是会这样 对 而且你看到哈笑远之后 你就觉得 宠品哥不算什么 但我真的希望男生出门上上手 没关系 把起床的时间 提早半个钟头 这样就不会耽误了 对 好 这样可以体谅到啦 对不对 小悠呢 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 因为你们都觉得 你们出门三分钟 对不对 然后我们女生就要很乖巧 就是像浩然姐要 提早一个小时化妆 弄得美美 终于要出去了 比如说是要赶时间的 一个小时够吗 对 画得漂亮一个小时就够了 然后结果这时候出门呢 他就开始说 车钥匙忘了带了 马上要回去拿车钥匙 然后再拿车钥匙以后 他就说 我那个 因为他抓头发 发酵忘了带 又要回去拿发酵 就这样来来回回 五次 气不气 你们男生为什么都要等到出门 你可什么都忘记呢 会不会是他真的 不愿意跟你出门 有可能是缓冰之间 小龙哥说得对喔 缓冰之间 出一个什么劲 有可能拖延那个时间 然后拖到他不想出门 就是乱闹要先吵一架 然后这样有借口 先吵一架 好就不要去了 不要去 逗我回家嘛 不要去 他就回家了 对 高趴啊 对 心里在欢呼 好坏喔 那我问你们 你们是真的不愿意 跟另外一半一起出门 如果说另外一半是小優的话 那有时候 这也会是一种技能 你射击人生攻击 好坏喔 所以如果是跟林志玲就很愿意 喔 那 对 我会提早起一个小时 可是我知道为什么 男生永远有东西会忘记 真的 我老公一天到晚忘记东西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手机钱包钥匙带着 女生才一天到晚忘记好不好 他最想忘记的 绝对不是手机钱包跟钥匙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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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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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感冒 那我们来问一下嘛 那你们男生们在出门前 会为了什么样的原因 跟另外一半吵架呢 谁要先说 有一些女生 她们特别 弄东西弄太久了 像你会要化妆 要一个小时 对不对 你是我不化妆 你又不跟我出门 当然 不要感冒 这句话 不要感冒 一定要 这句话 真的正棒 这句是对的 而且她很顺的回当然了 超重要的 因为等你们太久 你知道吗 在那边一直坐在那边 我早就已经好了 等你那么久 你还要用电脑什么什么的 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会故意忘记哪东西 你知道吗 故意的 我会故意啊 你好像是这样子吧 对啊 平时我是天蝎座 我都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我等你 等那么久 你知道吗 在那边已经好了 在那边等你 那 等到最后一分钟 你也 快点 我们会知道了 然后想说 我已经等你那么久 你现在还要赶我吗 那我先上厕所好了 我先去哪一下 我钥匙忘了打 钱包在哪 什么东西不见了 然后我也故意弄它 所以你们真的严格 可是你们是男女朋友 不是敌人耶 有没有这样吗 好坏喔 这样算坏吗 很坏 对 这样算坏 如果你乖一点我就不会坏啊 对不对 你乖一点我就不会坏 而且杜立坏起来 到底有多坏 好坏 多好说 我比较好奇的是 像杜立刚刚讲的说 如果化妆要等很久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的老婆 她没有化妆 或是她做的造型不好 你们会不愿意跟她出门吗 稍微讲一下就好 会讲但是还是会出门啊 对啊 看去哪里 如果她很邋遢的话 算了我跟你讲 就出门吧 对啊 因为如果要出门了 你突然说 你这一套 对 全身都白的 我超讨厌男生这样 全身都白的 不是感觉膨胀吗 那会有 我膨胀吗 我膨胀吗 我全身都白我膨胀吗 没有 她会说 她又照镜子 你这套对吗 又进去换了半个星期 都剩久时间 对 又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干脆不想讲 对不对 那个问题 她问我 那我要穿哪一件呢 那这个呢 没有你穿那个好了 哦好了好了 她最好还是选择她自己想穿的 对 那可怕还问我们 对 她一直觉得自己穿的东西 你们男生都好没耐心要问捷克 不是啦 不是啦 我们都很有耐心的听 然后他们一直 你们一直问我 那一个好干好干 然后说 我也很耐心的 这个好干啊 对啊还不错啊 就是因为出门要心情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当那时候我好听的话 但是她还是选择自己喜欢 那是因为我们要确定 你们的眼光 对 真的很不好呢 你家老婆那个人 就不要除了她 你兄弟 我个屁啊 一样啊 你不要转过去 男人出国超难搞 张爱雅看不下去了 男人都以为跟女人出国 女人比较麻烦 我觉得才没有这样 之前跟一个男朋友一起出国 他只不过是因为脚步起水泡 我原本安排好的看幻工 骑大下行 大象的行程 他就不去来 然后我在那哀求饭店 他就说 不行我脚很痛 所以我一整天都靠在饭店 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可是我玩 不是就是应该要配合行程吗 是你们男人难搞 还是女人难搞 好